金敏哥請教一下 因為莊瑞熊他在這個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又去復盤重新談及了當初跟韓國瑜 吵架的這個朝野協商的名場面 那我不知道莊瑞熊在此時此刻又吵架了風向 還是綠尾都有一些KPI要做 當審不安就一馬當先的時候 他似乎這個莊瑞熊也得背起某部分的仇恨值 他特別講到自己就是很杜爛那一天韓國瑜的表現 他也痛斥韓國瑜就是一個礙眼又最懶的角色 那他也講包含了黃國昌或者是像柯建民 根本就比他本人還像立法院的8加9 對於擴權無法覆益失敗走到了視線 他放話打賭一定會讓視線成功 你剛剛講到一個關鍵字就是KPI 莊瑞熊他是民進黨團的這個三長之一 在這個總召柯建民帶領之下 跟吳世耀三個人一定要有所他的功能性 他的功能性如果沒有辦法發揮出來的話 起碼他在個人的搶眼性 一定要獲得這個民進黨支持者跟綠營 他本身的這個人士 他們的裡面有必須達到了 他的一個績效跟要求 否則你看美光燈都在台派的寵兒 沈柏洋身上這麼一個會扯謊 說謊的愛扯大話 愛這個說謊吹牛不打草稿 然後又這個完完全全殺了大漫天大謊之後 完全不理會的社後不理的這個沈柏洋身上的話 那莊瑞熊這一些民進黨的三長立委 幹部級立委難免會吃味 或許他們會說我幹嘛跟他吃味呢 問題是讓人家不分區立委 表現的跟你不分區立委 莊瑞熊以前也是選區區域立委出身的 只後來因為區域立委擺不平 那高層鼠疫要讓給其他的這個派系 包括那時候這個蘇正清啊 還沒有這個被民進黨開除黨籍之前 那在地方都會有一些局 還有包括中嘉賓 吵來吵去 讓來讓去 最後犧牲了這個莊瑞熊 犧牲了他 我對他 我替他抱不平 覺得他很委屈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就特別要有他本身身為不分區立委 該拿出來的績效 那我認為張瑞熊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一來取暖 他必須讓媒體知道 透過媒體這樣的一個傳聲筒 來散播傳放送給所有綠營支持者 告訴他們 這樣的一個取暖的管道是 必須做的SOP 這第一步 取暖 然後也強化跟正當化 合理化他的這個 所謂嗆韓國瑜的正當性 他說韓國瑜愛演 然後又會這樣子 然後韓國瑜是完全懶得理他 根本不想理他 他說韓國瑜點名了他 又不讓他發言就跳過他 問題是你去看當時的這個 朝野協商的這個直播 那民進黨團很容易 都會這樣子 見笑點想起 不管是吳施瑤 還是柯建民 或者是莊瑞熊 你只要不順他的意 他馬上就跟你翻臉 協商的時候 雖然他們指責這個 黃國昌 起屁民 然後動輒大呼小叫 像麗月馬錦濤一樣 可是呢 往往 莊瑞熊 還有這個 吳施瑤跟柯建民 三個人加起來 不管 每個人拆開來 或三個人加起來 顏值都不如人家之外 然後又沒有辦法 跟人家大呼小叫 在 彼此對陣這樣子下來 可能又會被人家兇下去 所以才會利用這個時間發難 這個套現在最流行的一句話 四子挑軟的吃 他們就是故意要找韓國瑜麻煩 認為韓國瑜你身為立法院長 雖然他不見得覺得 韓國瑜會耳根子軟 但是呢 就像莊烈熊這樣 你是院長 我是立委 你院長也是立法委員選出來的 你是立委 我也是立委 立委院長沒有比較大啦 所以呢 他們一方面在指責 去雞蛋裡挑鋼筋挑骨頭 去罵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法學博士出身的 翁曉玲委員 認為翁曉玲委員的發言 有這樣的一個 好像顯示立委最大 我就是比你大 那當然 郭曉玲委員也是被他們激出來了 那故意去激他們 嗆他們 被激出來 他反擊也故意去嗆他們 但莊烈熊呢 他就咽不下這口氣 吞不下去 所以他才會講出來 那種在發飆的時候 去嗆韓國瑜 你知道 你是立法院長 我也是立委 你是立法院長也是立委 立委 同樣都是立委 沒有比較大 就是故意這樣 所謂沒有比較大 你也沒比較大 你沒有特別偉大 我比你大 或者是我也沒有比你小 那種比大小的心態 你不覺得在 莊烈熊這一種台派人士的身上 就出來了嗎 這是一種自卑感的心理作祟 非常非常的自卑 自卑到我一定要比你大小生 我不要理他 韓國瑜是爛得理他 你覺得韓國瑜吵架會吵輸他嗎 雖然莊烈熊是律師啦 三寸不爛吃蛇 蛇燦臉花 但韓國瑜跟你變 跟你吵 人家至少選過總統 然後 經歷過大風大浪 也修理過阿扁 拳拳到肉的 垂在陳水扁身上跟頭上 比拳頭 比舌頭 韓國瑜都不會輸給你莊烈熊 要比拳頭 你除非莊烈熊 你就急韓國瑜嘛 你就告他 要不然人家也不會懶得理你 人家今天到了這個地步 到了立法院長這個位置 你能奈他何 你把他拉下來啊 你有種去罷免韓國瑜啊 你拉下韓國瑜 然後把韓國瑜推下立法院長寶座啊 最好把他看布袋啊 你敢不敢 我笑你不敢 所以他只能這樣子用這種方式 來循序宣秀的出口 所以我說第一他的SOP 就是找到韓國瑜 他反正我這樣罵他 嗆他他也不敢怎麼樣 韓國瑜頂多不爽拍桌 然後就走人 不理他 韓國瑜是不想跟你一般見識 懶得理你 我們俗話講的 就懶得鳥你啦 什麼人玩什麼鳥 什麼鳥就看起來什麼樣子 我就不鳥你怎麼樣 韓國瑜就這樣啊 我覺得韓國瑜做得帥啊 不用理他就直接走人 讓這個莊瑞熊 他一下子傻眼屠夫婦婦 他原本要想說韓國瑜 他這樣子激怒韓國瑜 韓國瑜可以跟他吵 吵來吵去 這樣打吹鼓 唇槍舌劍 你院長沒比較大啦 你是立委我是立委啦 你看如果我在議會 我創始我們議長吧 你議長沒比較大啦 你是以我議員選出來的 你還要看我的臉色 你看我以後怎麼跟我的議長互動 姑且不管我跟我的議長是同黨的 議長在現場是一個主席 我就是尊重他 而且又是那麼資深的議員 雖然同為議員 但所有議員選出來之後 他就是一個議會裡面的主席 就是議會的代表者 同樣的國會議員在國會殿堂上 在立法院 立法院長 雖然你民進黨團一票都沒有投給韓國瑜 韓國瑜的當選得票 完完全全是來自於國民黨 民眾黨跟五黨團 民眾黨沒有 國民黨跟這個五黨聯盟 但是沒有你一席一票的這個民進黨 但是他仍舊是代表立法院的院長 他仍舊是你們立法院的龍頭 怎麼樣 現實比人強 所以我覺得 莊瑞雄想要藉由這一番話 去刺激韓國瑜 然後想要跟他激起一般的火花 Dot Tree Go 然後這樣的一個純槍舌劍 然後藉由透過直播 再加上媒體一定會拍影用的話 然後來增加他這一段的收視率 跟他的收看率 跟他的加分率 然後稍微在這一段 在這幾天的新聞這個淹沒當中 不會被這個沈柏洋 這個大化洋大嘴洋給掩蓋過去 遮掩過去 他的不會讓這個大化洋鋒芒必露 所以至少莊瑞雄 我覺得他想求表現 但可惜落空 韓國瑜不鳥他 直接走人 然後逼著莊瑞雄 剛我講的SOB 第一個是只能去取卵 第二個就利用這種發聲管道 再來合理話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否則人家到時候 在媒體上呈現的方式 和這個國會 人家會覺得說 哎呀你看啦 真的是小時辣 人家不跟他們講完你之後 你講完之後 人家走了也不怎樣 然後你也不能幹嘛 你屠呼覆覆 莊瑞雄整個傻眼 他只能繼續上節目 只能繼續接受裝返 所以我覺得 民進黨接下來很多的狀況 都會像莊瑞雄跟柯建民 還有吳士堯 就是個吳士趙堯的一樣 這三個人都是 我覺得立院民進黨團不是三寶 三寶是另外 國民黨已經發現有另外三寶了 那這三個簡直是國民黨 民進黨裡面的三個怪咖 因為你們完全沒有辦法走出來 過去民進黨在立法院長期 一黨獨大 隻手遮天 一隻手就可以載智 一個當黨團的這個總召 幹事長 這個所有的這個 立法院民進黨團的幹部 他可以話罪會結黨 跟行政部門說怎樣就怎樣 說東就東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然後完全不把在野黨放在眼裡 然後我怎麼樣 就是以我的意志為以我為尊 所以民進黨團這些幹部 以老科為首到吳士堯 還有這個莊瑞雄 完全走不出來以前的那種情境 他沒有辦法享受以前的那個 待遇跟那個禮遇 他們沒辦法那個落差太大 所以你不要說他們適應不良 他們從來根本沒有在適應的 他們就會覺得說 應該要像以前這樣啊 跟以前不一樣 我就要努力去衝撞 我努力去爭取 讓他變成跟以前一樣 我想要的那樣 結果都是屁 然後他完全拿不回來 你就可以看得到 當程度落差這麼大的時候 他當然用不斷的這種方式去刺激 去衝撞去挑戰韓國瑜 柯建民是這樣 吳士堯也是這樣 莊瑞雄也如出一策 就是這樣子三個人輪番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這個會期結束之後 就算連會有臨時會 還有下個會期預算的會期審查 明年的總預算要開議之後 你看到至少今年的立法院都會這樣 不會有什麼改變 除非等一下我們可能談到 稍微要罷名一下 他們用這種動作 想要扭轉他們的席次的優劣性 否則他們用這樣的狀況 不斷地去衝撞 也是衝撞給他們的自己的支持者看說 你看我們在立法院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被人家打壓啦 然後韓國瑜都對我們不公平啦 最爛的這個立法院長 有史以來怎麼樣 最愛演啊 只能這樣子去醜化韓國瑜 所以民進黨三個目的 第一個醜化 第二個衝撞 第三個這一切的程序 建立他的合理化跟正當性之後 然後推動罷免 最後一個扭轉他的席次 然後再來拿回他國會獨霸權 然後完成這個府院黨國會 一黨獨大 再來完全專政 完全不我不是要說完全執政 是完全專政 完全獨裁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